今天找了一隻 浪琴 浪磚的Master Collection 名將系列的 K金鋼 它真的是K金鋼 不是杜金的 整個collection都是 如果我看這隻錶 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足料 足料就是包含價錢 如果要比較 我就想起另外兩個牌子 都是差不多較幣 第一個是蒂陀錶 另外就是NOMOS 我試一下比較一下 如果蒂陀有些王子系列 牙圈那些 如果又是金鋼齋面 沒有設計來計算 是3萬元的 定價 你計算折扣 不過在這個價位 1萬、2萬和3萬 其實差很遠 是很不同 起碼1萬和3萬 所以它的定價 我覺得是一個市場 定位上的策略 是做得不錯的 不過有幾點 Longjin這隻 Master 名帳系列 是好過蒂陀錶的 第一 機芯漂亮一點 始終都是 給你看看 它用292 還有它的處理也不錯 下面 這個桌子又漂亮 你認得一個大桌 很大的bearing 還有做個金色 還有下面那些 都是做了一個 Rodium coating 還有做了輿論文 這裏都是基金 不過是一塊很薄 即是叫包金 很薄的薄片 包上去 就不是 實到後面都是 基金 基金部分是這個圈圈 還有這個滴滴 還有一件事 又好過蒂陀 就是它有這個藍鋼指針 柳葉形 好斯文 配合它的 羅馬字印刷 它的羅馬字印刷 又可能因為我這樣 就想起NOMOS 是一個德國牌子 德國牌子 NOMOS 你會這樣理解 如果自動錶來計 這隻自動錶 是兩萬元以上的 所以 是鋼錶 還有皮帶 這隻 很難比較 因為是沒得比 這隻又是 自動錶 又是鏈帶 鏈帶也有一個包金成份 所以 是沒得比 雖然NOMOS 都有藍鋼指針 還有它的機芯 有藍鋼螺絲 所以 它沒有基金款 NOMOS 它有金錶 全部都是鋼錶皮帶 定價是兩萬元以上 如果你是一隻 自動的 NOMATIC的機芯 所以呢 我覺得 在定位上 市場的 產品的定價上 我覺得這隻 我想有個優勢就是 最便宜的 亦都是有牌子的 也是一隻 漂亮的機芯 中高階機芯 292 的一隻 自動基金錶 我覺得 Size 非常漂亮 是一隻 36 size 非常 清 整個底 白底 純白色底 然後 很斯文的 羅馬 旁邊 亦都是有賴於 2892機芯的造工 是薄過 224 所以整隻錶 小 36 並且 是 纖薄 因為是薄 但不要忘記 它這個圈圈 K金圈 比例上 其實又不差 起碼佔了 三四成 整個厚度 來計 起碼有30% 30幾% 是這個K金圈的厚度 我覺得幾好 兩萬元港幣的定價 這隻Longjin Master Collection 名像系列 一隻K金鋼 36 size 藍裝 透底自動標 用一個高階機芯 還有三支藍鋼指針 真是不得了 至於折購賣多少錢 就要Whatsapp 低調處理 大家都想長做長有 無謂 真是這麼張揚 可以Whatsapp 現在的螢光幕 綠色位置的電話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